汪尊芳 女45岁 安徽人 华东诗曼大学 自考本科 汉语言文学专业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求职者汪尊芳 一名70后 安徽马鞍山人 1993年参加工作 2002年到上海发展 目前在上海定居 主要从事市场内工作 至今已有20多年的工作经历 多行业同志人的工作经历 不但可以让我积攒丰富的人脉和资源 而且还能让我包罗万象激情四色地 投入到任何一段工作当中 设任任何一份相关职人的工作 7年后的做事风格 8年后的思维方式 9年后的心理态度 让我具有无限潜能 颜值和实力的并存 让我成为超强IP 完全值得你拥有 今天来到菲林牧署 想寻求一份市场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董老师 董老师您好 你的这个开场白 比很多年轻人更富有朝气 你在生活当中的性格 是不是也是个不屈不挠的人 对 我是一个 只要认准了一件事情 肯定是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 对 比较有任性 你这么勇往直前 这么努力 这么上进 怎么会到45岁来 又来找工作呢 你应该在你原来的内行 发展得很好才是 人中翘楚才是 其实我到菲林牧署来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想延续我和菲林牧署的 一段缘分 大概是在菲林牧署 刚开始播的那段时间 他们有打电话给我 让我过来面试 但是我整个流程 了解下来 又需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没有来这里 然后最近呢 正好我上下公司 刚刚离职 就又投了 因为我现在有时间 第二个原因 正好我女儿在北京读书 然后我正好趁这个机会 可以到北京来看看她 你别说那么体面 事实上就是 若干年轻有个机会 你没有抓住 对 抓住 事实上菲林牧署 早知道你有今天 所以一直在这等你 其实我觉得 你也别说你是有空 没来 你就是没工作 你才来的你 因为我知道 菲林牧署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来上 他也会挑选的 我们第一次挑选了你 你没来 第一次挑选没来 因为第二次来了 所以我们就等着你 君子报仇 有十年不晚呢 我觉得这是一样 所以你看啊 你看基本上 我跟他聊了一番之后 我就知道他的老公 在家里是怎么过的 哎呀 这口才你看太厉害了 你最后一份工作 辞职是什么时候 去年今年 今年 什么原因辞职 你这种不认输的人 怎么会辞职呢 总统员员还是因为 工作 我的付出和我的 这样的一个收入 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可以跟大家说 我当时在这家公司 我有 我有三个名片 品牌总监 公关经理 协会秘书长 身兼素质 对 上分职人 所以说我需要承担很多 我有一次加班 加了很晚回来 然后在地铁里面 就晕倒了 当时我家人都没有说过 你晕倒在地铁里 对 今天丈夫在哪是吧 对 在这里 你好 你好 客观评价一下你的妻子 这些年来 她对你怎么样 很好 你感受不好吗 没有 她结果是很好 我们家庭付出很多 你们家庭里面 经济负担 主要是谁在承担 我老婆真的多 那你主要承担内务了 内务我老婆也承担呀 那你干什么呢 那我也上班呀 那怪不得 她会累倒在地铁里面 其实我 我们家务社 都是我老公 他在做 这么会说话 我老公特别好 到底谁做 特别疼我 所以我也很愿意付出 好好好 图老师我要爆料 其实大哥真的不是什么都不做 所有家里的钱 都是大哥管 对 管钱 对 你们家还有一个第三者 我可以问那个第三者 到底谁是说的是真 谁说的是假 来 请女儿起来了 你好 图老师你好 谁疼谁呀你们家 就在我们家 就是我妈主外 我爸主内 大部分的家务活都是我爸在做 你凭借一下你爸的性格和你妈的性格 我爸的性格其实跟我挺像的就是比较 沉默就比较窄的那种 然后我妈她就特别的外向 然后她的心态 我感觉她心态都比我还要年轻 比如 我跟我爸在客厅里面看《真还传》 我妈她就躲在房间那个卧室里面 我们看完一集 我说我就跟我爸 我妈呢她怎么一集都没出来 然后我爸她就看了看 她说你不要管她 你自己进去找找看 这个时候电视里面传来了 贱人就是交情 没有没有 然后我就进去看了 看了之后我发现我妈不在 她说你再好好找找看 我爸就说你再好好找找看 然后我就找了 我妈她就躲在床下面 她说你们怎么到 现在都没有来找我 她就很委屈 她躲在床底下是吧 那说明她是一个 同心未敏的人 是 然后我妈她就 然后你跟你爸就在 客厅里吐血 那她很可爱啊 所以其实你母亲是一个 让你和你父亲 让你欢喜 让你忧的人是吧 说实话 你希望她再找工作吗 这 这当然希望呀 为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她 是需要有一份工作的 她不可能就是 她自己贤富在家里面那种 她贤富在家里玩 你爸也挺好的呀 但是她 肯定要有自己的 就是我觉得 我妈她也需要 通过她的工作来实现 她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价值吧 她的价值观是什么 她要实现什么 赚钱 然后 会由你赚钱吗 我现在还没有 那么能够赚钱吗 所以你母亲 其实需要工作 来释放自己的力量 是 否则的话 这力量要是憋久了 她就躲床底下去 那就得对付到我爸身上了 是吧 你好像有点可怜你爸啊 因为我妈的性质 你说把你爸在家里 遭不遭罪 她已经习惯了 我爸也需要体谅我妈 因为相比而言 我妈的工作压力更大一点 不要再宅在家里面 多陪我妈出去逛一逛 过一过二人世界 我觉得我妈很能干 是柔的这样的一个职场战士吧 我们也都心生敬意 不过 我后面想提醒一下 但凡人过了四十以后 有一个潜意识 就是 他容易有那个很强烈的自尊感 那与其一会儿你过了 被周围人劈了啪啦打碎 自尊的时候 不如先把扎一下这皮球 让他啪啪气 对吧 然后让你贴地飞行 很多 他已经做到一个职位的时候 当他重新从山脚下爬起的时候 那个心态上是会有 有一点失衡的 对吧 你刚才那个职位中间也宽泛 如果你下面落的说 我品牌这件事 是你的专向一根针扎下去的话 刀尖要锐的话 你现在就开始做准备了 后面可能的各种考题 都会不会让你觉得那么简单 因为对你的要求不是小白 好不好 对 我明白 那我想请问你 你对于你剩下来的职场的时间 你最后想做成什么 我希望我能影响到 我身边的一些人 比如说我的团队 能给他们一些帮助 就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咱们具体一点 是想做什么行业吗 有行业要求 但是我没有 但是我会对地点是有要求 哪里 必须是在上海 上海 对 以岗位有要求 岗位的话是 和我以前相关的职能 比如说市场 市场 品牌 企划 对 你能管多少人 以前带多少人 以前最高带过40多人 40多人 对上家公司是12家12个人 你要求薪资多少 底薪不低于多少 底薪不低于20k 第一轮选择取货率 还有十一战斗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给他给大家准备了一段 黄梅细 天女善花 星花开放满 天亭 彼得星花 下人时 好分春色 到半辰 我觉得蛮失望的 真的特别失望 因为您求职的是一个特别高的职位 而且您也很优秀 但是您是上台来玩的吗 没有啊 我觉得他唱得挺好的 而且唱的是 咱们是唱歌节目吗 就觉得他是没事找事 其实这是职场中常用的一种 叫压力测试 我看你的压力之下 你如何去表达你自己的观点 我们在这台上是欣赏 他的美妙歌声的吗 吴胜 我觉得他的才艺表演 展示非常好 一个这样的高层 中高层的职位 他没有展示他的专业能力 到这来当广场了 才艺表演 就是他想表演什么 他表演什么 吴胜在这个台上 每一分钟都很宝贵 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想去 求的这份职务的话 我们期待的是什么 你过去的成功案例 你能为企业创造哪些价值 我反而觉得 越到中高层 情商很重要 会两三样才艺 能唱歌能跳舞 作为一个高层来说 我觉得这是证明 他情商的一部分 也证明了 他管理能力一部分 贺东东 如果一个卡拉OK 唱得好的 都可以到你公司里唱 当高层吗 我们问问选手 他为什么选这个好不好 你们着急说什么呀 问问选手 这个才艺展示 对你今天求职 有什么帮助 其实我觉得 一个人的才艺 其实也是一种 能力的表现 难道不是吗 我觉得他唱得 我们很开心啊 我看石头大哥 石头大哥笑得 笑得特别开心啊 如果说他是一个小白 应届毕业生 没什么才艺 OK 你唱歌可以 我们能从你唱歌里面 看出你的素质 这是一个中高层的岗位 你不体验你的专业性 你在这儿跟我们唱歌 你不觉得浪费 大家的时间吗 其实我是有准备的 因为我觉得这首音乐 我唱了好多年 你毕竟是求职者嘛 他就需要给你一种压力 其实对我的一种压力测试吧 那好 那今天你的新一企业 是哪一家 苏巴酒店 苏巴酒店 好 徐总你来问 这样这样这样 酒店行业现在的 主力的客户群啊 其实是80后和90后 想问一下你了 你是现在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去洞察 好比我们说90后 他们对酒店行业的 这种品质的这种需求 你是怎么去来去 就是去跟他们的 这种想法去配合的 我就想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你在学习这个上面 你是怎么来去 运用你们自己的方法 你们稍微回答一下这样 怎么去来去体会90年 90后的他们的这种 这种这种触答 我自己去跟他们交流啊 沟通啊 那我就举个例子 那就是说90后 他们现在最喜欢看的 用的最多的APP是哪些 90后最喜欢用的抖音啊 抖音是大家都 对对对 像那个图老师也是 这个70后他也用抖音用的很多 这个呢其实蛮普通 其实我对于这一块 不是太去关注 但是我是对于他们的 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着装啊 外形啊 我这个我是有会给他们 有一些比较多的 这样的一个 真的我特别失望 就是我觉得你满手好牌 今天打成这个样子 曹西我觉得你点都不懂 而且徐总你知道吗 他根本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因为他根本没有做功课 不是 恰恰不是这样 你们所有人都在问他 即兴问题 我们所有老板都 我们所有的企业家都比他聪明 他不是聪明人 他是个努力的人 你要知道 能做到品牌总监 他一定不是没做过 但今天我们给他急性问题 他来不及找元素 他没办法去网上看案例 去寻找他的思路 这么快 你让他做决策 陈总如果说你急性的问题回答不好 为什么不做好准备 特别是你的目标企业是苏巴 你为什么不做好一个 拜托他刚才给的案例 可是实际案例 这种东西他是预测不到的 对吗 不是说对苏巴酒店的认知 而是他现在直接针对8090后 进行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他反应不过来 一个努力的人 他要回去找资料 陈总我 你想这点你绝对错了 我给你这样说 为什么 现在当品牌总监的 你不可能忽略到8090后的 主力消费人群 我想问一下 我就转不过来 他紧张啊 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应是 就是那种应期的问题回答不好 你为什么不做准备 确实准备不足 PPT就没做吧 这是第一点吧 第二点 到了您这个年纪 应该瞄准一两家企业而来 并且有随之的相应的方案 你也没有 对吧 你是个努力的人 你什么都没做 如果这样算的话 你这套黄面戏 真是不用上了 求职就像相亲 也许你有很多的善良 有很多的好处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往后的日子 你能为企业创造多少价值 这才是求职的核心本质 它有一点本末倒置了 在我面试过程当中 你最少会遇到这种问题 就会老板一直打尽 说你可以降一点 降一点 我建议你降一点薪资要求 降多少 两千吧 一万八 对对 工资其实 很要一个人的 能体现的一种价值 来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领导我觉得这个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但是领导这里面有个问题 我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必须要给我解决 您这样我们很难做呀 难做是吧 那都别当了 要不我们再商量商量 商量什么 我早说了听我的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 必须听我的 他会遇到这种独短专型的霸道总裁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该怎么办 那我肯定先沉默 保持沉默 然后呢 然后再等他情绪下来以后 我会跟他再去进行沟通 他作为我的上司 肯定他有他的优点和长处 他会对整个项目 整个事情会负责的 好 这一点我们会相信他 刚才我觉得 王大姐说的特别好 就他承担全部的责任 那我的工作 其实是把我的能力 我看到都能展现出来 如果他听或者不听 他都要承担全部责任的话 那我觉得 我应该配合他 把他的战略执行好 我真的觉得你回答很一般 作为市品牌总监来讲的话 其实平时跟总裁的对话 非常多的 因为你如果说 你在总裁有情绪的时候 你就采取的是这种默默的行为 那你的团队可能感受全是压力 其实很多时候 你要作为一个就是协调剂 你要中间去 要起码 你不仅是要去 跟你团队的员工 控制他们 管理好他们的情绪 同时你要对上管理好 你的总裁的情绪 是自己工作当中 比较重要的部分 你知道吗 所以你刚才的回答也讲 我就觉得很一般 事实上 其实 他就是情商不高的人 他就是个拼命干活踏实的人 你已经看出来了 对 不是个情商很高的人 但他都把时间花在了 踏实做事上 他这样的人 来 第二轮选择需后来 还有一战 谈前不善感情 保力豪在上海 能够给你的岗位是 营销总监助理 薪资是一万五 我想问一下 这公司是刚刚开始的吗 还是 今年年初 然后门店正式开业的 所以团队已经在稳固运营了 十秒钟之后 做出你的选择 保力豪或者是谢谢再接 你的选择是 好 你好 和我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 相较于我的书面语言组织能力 这一点 我是比较弱的 所以我也知道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缺点 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来跟你莫属 我想挑战你一下自己 我觉得人生一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就要不然我现在这个领域 我也觉得 只要我想去做 一切都有可能